跳脱 这世界的节奏 一切无垠泡在脑后 全心 开口向你呼求 爱像狂浪细圈我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有你张开双手 想享有你的天空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到古年我 所有就有 你话语绝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祖所有语言 闹志向你 恩 点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甚至前方 大路总有你带领 耶 祖所有天真都只想你 旋高的身旁我永不止息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用力张开双手 深想有你的天空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到古年我 终有 终有 你话语绝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祖所有语言 都只想你 恩 点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甚至前方 大路总有你带领 耶 祖所有坚强 都只想你 旋高的身旁我永不止息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六百天 东西 一联合 中飞 大海 完了 pat 帮你 都只能感受 今天 你 这世界的节奏 一切乌云抛在脑后 全心 开口向你呼求 爱像狂浪细圈 如今 我已不再是梦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有你张开顺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 新秀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头不念我 说有就有 你话语绝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祝所有语言都指向你 恩 点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甚至前方 大路总有你带领 耶 接触所有结证都指向你 宣告的身旁我永不止息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用你张开顺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头不念我 说有 周游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祝所有语言都指向你 恩 点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 甚至前方 大路总有 你 带领 耶 祝所有 结证都指向你 宣告的身旁 望永不止息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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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有 周游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跳脱 这世界的节奏 一切乌云 跑在脑后 全心 开口向你呼吸 爱像狂浪 细圈 喔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神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有你张开双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到 顾念我 说有 就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我 祖所有欲言都指向你 恩典 遮住 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指前方 大路总有 你带领 耶 祖所有结证都指向你 全高的身旁 我永不止息 我决定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神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用你张开双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到顾念我 重有 重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我 祖所有欲言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指前方 大路总有 你 带领 耶 祖所有结证都指向你 全高的身旁 尝望永不止息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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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就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跳脱 这世界的节奏 一切乌云抛在脑后 全心 开口向你呼求 爱像狂浪细圈我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用你张开双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到固念我 所有 就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 更多 耶 祖所有 语言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指前方 大路总有 你 带领 你 祖所有 结证都指向你 全高的 身旁我 永不止息 我决定 一生 跟随你 到底 你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神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用你张开双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到固念我 终有 终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祖所有 语言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指前方 大路总有 你 待遇 耶 祖所有 都指向你 全高的 深套望 永不止息 我决定 一生 跟随你 到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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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就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我 跳脱 这世界的节奏 一切乌云 跑在脑后 全心 开口向你呼求 爱像狂浪细圈 如今 我已不再是梦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由你张开双手 想像有你的天空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头 不念我 说有 就有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 更多 耶 祖所有 语言 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指前方 大路总有 你带领 耶 祖所有结证 都指向你 全高的身旁 我永不止息 我决定 一生跟随你 到底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神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 我要 用力 睁开双手 身上有你的天空 太阳 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头 不念我 重游 重游 你话语却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祖所有 云园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指前方 大路总有 你 待遇 耶 祖所有 都指向你 悬 搞得 想套望 永不止息 我决定 一生跟随你 到底 我 早晨 欢迎你来到 GRC恩兴教会 今天藉着大年初一 和大家拜个早年 恭喜发财 祝你身体健康 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上所说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你同在 今天非常之好 我们预备了一个 非常之精彩的讲道 慧恩牧师会盛接着 我们前几个星期 他亦祝福宣告我们教会 今年是一个超自然供应之年 所以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 或者电脑面前的你 快点找你的家人 现在一起去继续 去欣赏我们的这个网上聚会 除此之外 如果你还未认识我们的教会 或者刚刚才找到我们的教会 我都鼓励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每日灵梁 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逢星期三 都有一个信心加油站 早上7点半会在宣网上进行 我都诚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这个信心加油站 当中会有不同的领袖和我们一起祈祷 给一些信息我们 为我们在一个星期当中 加加油打打气 今天卫一牧师预备了非常精彩的港导 待会我们会一起敬拜领星餐的时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待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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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遇到 Integr Agor千里多上 要湊uga理 Ă谷 Day皆さん 我们待会我们泠出的海味 我们待会 Keller和美国 遇到这个 wichtig 让祂同在 在你前头 在你身后 在你左右 在你周围 在你里面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或是今生 或是夜里 或是迷处 或是礼物 或是流泪 或是关心 祂帮助你 祂帮助你 等祂恩寿 在你身上 祂的慈爱 直到前来 叫你家庭 和你儿女 和祂后代 直到晚代 和祂同在 在你前头 在你身后 在你左右 在你周围 在你里面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或是清晨 或是夜里 或是逆处 或是逆路 或是流泪 或是欢喜 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在你身上 我身上 照顾你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我身上 那你身上 他很若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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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會真是非常夢幅 有一個這麼好的敬拜團隊 希望你剛才都非常享受 剛才敬拜的時間 新年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聽到很多的祝福語 例如有人祝福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我自己最喜歡的祝福語叫一本萬利 作為基督徒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手上有一本聖經 當我們很清楚知道這個聖經如何祝福我們的生命 我們生命裡一百萬樣東西全部都是對我們有利的 在《若白記》中提到一件事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 福氣就必能到你 要認識神 我們要非常足夠神的話語 因為神給我們的平安、福氣 並不是這個世界上可以找到 而真真正正的福氣、真真正正的平安 來著一個人 他叫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就是你和我的平安 所以凡是認識耶穌基督的人 都必定得到由基督而來的平安 那些沒有平安的人 很多時候心裡都非常混亂 很多時候都覺得自己很迷失 雖然他們會用每一種方法去找到那個平安 或是希望領受到祝福 但這件事是在這個世界找不到 只有在基督裡 因為他們未認識到平安的神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這段時間拜年之餘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來傳福音 當我們有信心地去認識神的時候 平安就會很自然地臨到我們的生命 我們相信耶穌就是神的獨生子 我們就願意去相信耶穌基督就是為著世人 然後成為我們的救主 為我們每一個人盯上十字架 擔當了我們的罪 然後在三天之後復活 升天在天父的右邊 變成你和我的中寶 還要在不久的將來之後 都會回來迎接我們 當我們有這樣的信心的時候 當我們面對著身邊 生活上所有的困難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怕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平安 這樣的生命才是有指望 所以今天我也很想和大家 一起去領聖餐 我們就是紀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供 將這種平安、福氣 用祂自己寶貴的生命 作為一個交換 換取我們屬靈上的生命 屬靈上的所有福氣 現在你都準備一些餅乾 準備一些葡萄汁 我們一起去領聖餐 主要說我多謝你 今天當我們領這塊餅的時候 我們就是紀念你 紀念你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所寫的身體 今天是你的恩寵 保護了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今天沒有疾病 沒有任何病痛 可以掌握在我們恩卿教會 每一個弟兄姊妹身上 主我多謝你 你作為我們生命的中寶 你就是我們生命裡的代罪羔羊 你準備了恩寵、恩典給我們 叫任何攻擊的器械都不得在我們的生命裡輕盛出來 今天我高舉耶穌基督你的名字 你就是我們的避難所 你就是我們的高台 當我們面對疾病缺乏的時候 我多謝你耶穌基督 你就是我得勝的星期 多謝主我們一起領這塊餅 餅姐妹 今天當我們領這個杯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多謝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為我們留的每一滴補血 叫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清移 而我們也是為神所接納 耶穌基督我多謝你 因為你為我們留的每一滴補血 叫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大大蒙福的人 今天我們就是蒙受你極高的恩寵 今天我們就是神眼中的同仁 我們今天是為神所喜悅 所以我去祝福恩卿教會裡面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無論我們去到哪裡做任何的事 今天由耶穌基督你而來的恩寵 都包圍著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我們以你的恩寵作為我們的愛袍 叫我們在人前可以蒙恩 也要成為別人的祝福 機會的門總是會為我們每一個的弟兄姊妹打開 多謝祝我們一起領這個杯 願神祝福你 神秘時光 你照亮的黑暗 開我眼讓我看見 神秘時光 你的柔美讓我心可慕 你希望與你不分離 神秘時光 所以我在這裡敬拜 只是向你潰敗 大聲炫耀 大聲炫耀你是我的香 你是如此美好 你是如此陪的 我在這裡敬拜 你生命 神秘時光 萬萬之王 坐在這個寶座上 散發榮耀的光芒 千悲自禁 來到你所造之地 為了愛犧牲 為了愛犧牲 為了愛犧牲自己 所以我在這裡敬拜 其心向你跪拜 大聲宣告 你是我的神 你是如此美好 你是如此陪的 我在這裡敬拜 我在這裡敬拜 敬拜 你生命 我不知道 多少代價 能使我最低聲吃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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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白、大聲是 Café 我最低聲的 謂你明顯 稱你明顯 你為死定 我最低聲就靜明獄 唯狗 你為死定 我最低聲的 你為死定 你為死定 呼喊耶和华的蜜蜜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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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喊耶和华 我不知道多少代价 能使我最低伤识假 大兄姐妹,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如果你已经结婚 期肚子想要一个BB 又或者很多BB的话 我猜今年兔年是有原因的 因为兔子生BB也生得很快 主在创世记第十七章第六节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就算你是单身又或者你一个年轻人 又或者你已经有自己的家庭 有几个小朋友 主仍然希望在你生命的各个范畴 都充满风食 在圣经里面说到极其繁多 在希伯来原文就是meot,meot 意思就是非常丰富,超级宏大,充满力量 而在希伯来文里面,如果当一个词语重复两次的话 就是去强调和肯定的 欣卿教会 神就是跟你说 祂要使你的生命极其繁多 非常有福 非常有力量 Amen?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我都鼓励你去看阿伯拉罕的故事 其实很有趣的 当神跟阿伯拉罕说有关他的儿子的应许的时候 然后,创世纪第17章第17节那里说到 阿伯拉罕就苦福在地,喜笑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儿子吗? 阿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儿子吗?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 哈哈哈哈 这个应许实在太搞笑了 阿伯拉罕笑得趴在地上 我们继续看 《创世纪第18章》 当圣父、圣子和圣灵一起去探阿伯拉罕的时候 再一次跟他说有关他的儿子的事 这次轮到萨拉罕在帐篷后偷听 他听到心里在偷笑 《创世纪第18章》第12节那里说 撒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衰败,我主也努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 哈哈哈哈 当阿伯拉罕和撒拉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当他们听见神给他们宝贵的承诺 神其实不是跟他们开玩笑 虽然这个承诺听起来很搞笑 简直令人难以自信 但是阿伯拉罕和撒拉依然相信 为了感谢主 他还准备了一个很棒的牛扒大餐 但我们中国人 我们会吃烧肉的 一起跟主去庆祝 弟兄姊妹,当你去庆祝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鼓励你和主一起去庆祝 把你最好的献给他 把你最好的去服侍他 带你的奉献和他一起去庆祝 用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当阿伯拉罕和撒拉听到神的话语之后 他们做了些东西 才可以生到个儿子 以撒出来 所以无论你是想要个儿子 想主去祝福你的婚姻和家庭 你的学习,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意 记得感谢主,但也要做你要做的事 让神祝福你 有极其繁多,充满丰盛 让我为大家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常常跟我们同在 我们宣告这个兔年 你将会祝福我们 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妇,每一个家庭 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跟你一起庆祝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们一起说 阿们祝福大家 接下来,请你享受由韦恩牧师分享的 港道信息 主超自然的供应 早晨,恩卿教会 也都欢迎各位新朋友 恭喜发财 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 都可以很开心很平安地到处去玩 和亲戚朋友拜年 马里木斯和韦恩牧师 在香港已经十二年了 接下来十三年了 在农历里又回到当年的兔年了 你不要说我迷信 因为我真的不是迷信 我们为什么要信人做偶像 为什么迷信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是可以信的 我们今年是超自然供应的一年 记住,不是兔年 主想在今年 提示我们在某方面更加认识祂 祂想我们知道 祂是一个愿意将超自然的供应 送入你生命的神 是,我们是住在一个自然现实里面 这些供应会透过自然世界的渠道 流入我们的生命 但是神是不受自然世界的限制的 就算在饥荒、毁坏、悲剧发生的时候 主都可以兜过所有自然的渠道 将超自然的供应送入你的生命的 他们 耶稣他将水变成酒 这个酒在自然界里 要用二十五年的时间才可以让造 耶稣他平息风浪 医治所有病人 他用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以撒也是一个饥荒的时候 他继续播种 他那年得到百倍的收成 这个主昨日今日都永远都是一样的 他可以将超自然的供应送入你的生命 我们每一年都会尋求主 给我们在来一年有一句寄语 每一个新的寄语 主都希望启示我们明白他的恩慈良善 以及他对我们的爱多一些 今年主给我们教会的话很特别的 因为就算世界的自然资源在枯竭中 可能是因为经济衰退 流行病疫情打仗 饥荒 亏损通胀等 但是最重要是神能 我们一起说神能够 神是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2023年是一个超自然供应的一年 这个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 会认例超自然的供应的 我们现在先播一段片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宗棚内也没有有牛羊 然而我要恩耶和华 欢恩恩救我的神喜乐 大兄姊妹 世界的资源和供应会短缺 经济会衰退 会有瘟疫和流行病 战争和饥荒 失业和通货膨胀 但神能够匆匆足足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超过我们最大胆的祷告 最宏大的盼望 最远大的梦想 按照的是 祂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有一条河 一条活水江河 像水晶般清洁 从神通高阳的宝座下流出来 河边的生命树每月结果 树上的叶医治万民 生命之河只会祝福永无就座 世界越来越黑暗 但教会越来越光明 世界的资源枯竭 但活水江河 继续为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 果实、医治和祝福 这是超自然的供应 不依赖这个世界的出产 这是无限的供应 每个月不停地出果子 带来医治 这是高阳的丰盛生命 是圣灵的同在和大能 是主的医治、主的兴盛 我的神必供应你一切需要 恩典福兴教会的各位 是按照祂在基督身上 丰富的荣耀 按照祂的丰盛 祂的荣耀 祂的良善 祂的恩慈 祂的恩典 祂的丰盛 祂的丰盛 和祂超自然的供应 阿门 2023年是主 超自然供应之年 影片是不是很棒呢 主希望我们见到 祂是我们的源头 祂是我们的供应 祂是我们的好牧人 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使我们一无所缺 祂不想我们靠自己 或者去依靠这个世界 因为无论自己和世界 都是很短暂的 他们都会枯竭的 但是神超自然的供应 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阿门 祂是永远不会短缺的 神超自然的供应 是来自祂的恩典 神的恩典 就是神的供应 我们很容易记得 因为这个恩典 就是我们不会得的 神的爱 神的恩慰 祂的恩典 就是这样通过圣灵 带给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在恩典里面 神将所有的事 祂所有的好 通过圣灵送入我们生命 而在律法的底下 我们是说要靠自己的努力 因为二十一世纪 个个都说要靠自己 但是和恩典是神的供应不同 律法就是对我们的需求 我们经常觉得 我们要为自己做些什么 去满足某些要求 因为我们是住在两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世界的角度 一个是神的角度 而在自然世界的角度 它的法则永远就是靠供应 但是供应会短缺 又靠自然资源 但是也会枯竭 而神的角度 它的法则就是 神无穷无尽 超自然的供应 在神的角度里面 所有东西是基于灵 它是凭借我们的信心 而信心就是这个自然世界 和属灵世界之间的桥梁 我们怎么会在这个现实世界里 接触到 获得所有属灵领域的福气 就是靠着我们的信心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 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头脑 我们自然的想法 我们的理智 但是 我们的头脑 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 我们的头脑 是常常想主导我们的 它会不断不断地问问题 问极都不够 你怎么回答它 都是满足的 但是这个神的灵 它的运行是超自然的 它是神无限的供应 它是神无穷无尽的供应 我们的头脑 是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属灵领域的 因为我们的头脑 接受不了无限 也很难接受信心 这些概念 所以它经常想得到很多答案 不断在问 你不断答它就不断问 它问也不够 你答也不会满意 因为你的头脑 它的理解任何东西 都只会是靠着自己的喜好 偏见和有限的认识 我们的头脑 只能够在自然领域中运行 虽然我们的头脑 是很想主导我们的圣灵 但是我们的灵 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 我们应该等灵 去带领我们的头脑 但一个未经过更生的心意 即使我们的头脑 是永远不喜欢跟着圣灵的带动 我们的头脑 是很想去带我们的圣灵 未经更生的心意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世界的东西 接受到这个理性 接受到五观感觉所说的东西 如果我们按照头脑生活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见证神超自然的供应 在我们生命中出现 因为只能靠信心才能看到 所以我们是不断去训练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思想 去跟从圣灵的带领 去认同神的话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意的更生 罗马书12章2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生而变化 我们是要用神的话语 不断更生去改变我们的心意 神的话语就是灵 它是信心 当我们不断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话语的种子就会在我们的心里 去栽种去生长出信心 这是信心的生命 我们是相信神说的东西 多过信这个自然的世界 多过去相信我们的感觉是怎样 很有趣的 我们的头脑会常常拒绝接受 一些在属灵层面不明白的事 但是我们的头脑又会接受 很多在自然世界里面 是它根本不明白的事 譬如说它很轻易就可以接受 为什么这么大的飞机 可以在天上飞呢 这么重的东西 怎么会在天上飘到呢 一部这么大的船 怎么可以在水里走 它又不沉呢 而且它又可以接受到 这些光和画面 怎么可以通过空气的传播 传送到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电话上面 而且它也不会去质疑 为什么这个宇宙是在光速膨胀 这些大部分自然界里面的现象 头脑都是不明白的 但是它也会接受 但是头脑接受不了的就是 神是创造万有的 它宁愿接受一个理论就是 万物都是无中生有 都不会接受神创造万有 它很难相信神 它总是要接受一些 很故作高深很离谱的理论 信这些理论 其实是比信创造的神 需要更大的信心 这就是一个未经更新的心意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相信神 所以它只能生安白做一些 很故作高深很离谱的理论 而信这些理论 比信一个创造的神 需要更大的信心 未经更新的心意 它经常很喜欢选择性地相信 它选择我喜欢相信什么 什么我不去信 但是我要经历神超自然的供应 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的头脑和思想 去跟从我们的圣灵 去相信神 这就是心意的更新 我们是用神的话语更新他的心意 我们是要相信神多过相信人 我们相信神多过相信金钱 相信神多过相信这个自然世界 就是他们 神是想我们大家都拥有高质素的生活 生活不仅是数量更加在乎质量 马大福音6章25节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和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成于饮食吗 身体不成于衣裳吗 最后一句耶稣说 生命比物质更重要 生命比财物更重要 生命比财物更重要 你的生命比财物更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很多人觉得 我身家就是我的一切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很多人觉得生命品质是用什么衡量 是用你有多少物质 有多少资产和财产去衡量 耶稣说过身体胜过衣裳 他其实是说我们的健康更加重要 比潮流、时尚 很多人因为唯一追求时尚 潮流是花很多钱 对自己的身体就很差了 耶稣不想我们担心这么表面肤浅的东西 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形象 人家怎么看我们 我们是不是合时尚 这就是自我迷恋 迷恋在这个自然现世里的所有东西 但是耶稣是想我们将生命中 所有东西摆回一个正确的次序 有重有轻 所以祂叫我们先寻求神的国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健康 永远是重要过我们的财产和时尚 今天很多人为了财产物质 外表形象 搞到自己很大压力 6章26节说到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中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女 你们的天父尚且让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有两只鳥呢 它们飞到一个路牌上蹲在那裡 看着人来人往 个个平息匆匆 这个压力大个个多野饭 其中一只鳥就问 为什么人的压力这么大呢? 另一只鳥就回答 可能它不像你和我 它们没有一个天父 也要跟自己说 我比一只鳥好 再跟自己说 我比一只鳥好 那些鳥永远都在唱歌 下雨又唱歌 下冰雹又唱歌 阳光普照更加唱歌 神就说 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 25节那里说 所以必要忧虑 那我们看看他因为是什么 24节那里说到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者个、爱哪个 就是众者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这里说 你不能够两个都服侍 神和钱 你没办法两个都服侍 意思就是 你没办法两者都去信靠 你只能够二简其一 钱财是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你不要让他佔有你 你怎样知道钱财在佔有你呢 你就开始追逐他 而你停止追求神 你就知道钱财佔有你了 当我去追求神的时候 我生活的质素就会提升 但当我去追逐钱的时候 我生命的质素就会下降 有很多人觉得我们的钱多了 就可以换来一个高品质的生活 这就是金钱的迷惑 你可能钱是多了 但是你的时间少了 你的平安少了 你的健康走了 你在重要的事情上 所花的时间又少了 比如说你和家人的时间 你回到教会的时间都被偷走了 有很多人是因为看中我 在国外一份很好的工作 就放弃了一间很好的教会 可能那份工的钱是多些 但是他们去到那个地方 可能没有教会可以目仰到他们 如果你没有教会目仰 你的生命的质素就不会好得到哪里 而最终他们生命的质素就开始下降了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要忧虑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但是所有的担心 其实都是和我们追求钱 追求这个自然世界的东西有关的 根源的问题 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供应是来自自然的世界 而不是来自主 我们当看到这个自然世界缺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担心了 这是一个讯号 告诉我们 我们看这个世界为我们的来源 但是在神的经济里面是没有缺乏的 今年是超自然供应的一年 虽然这个世界的经济 它的资源很短缺 这个世界说的是有限资源如何合理分配 所以说的是供应和需求 当这个供应不够的时候 就会发生通胀 甚至会发生滞涨 经济停止 因为需求不够 这个世界的经济 所有东西都是缺陷的 你想想用世界的经济 如何去喂饱那五千人呢? 就得那些大人物得到喂养 就得那些最有钱 最有影响力的人有食 但是在神的角度 不是像世界那样的 在神的经济里面 每个人都吃得饱 他们想吃多少 需要多少 就得到多少 你想重属于哪个经济呢? 是这个世界的经济 取决于哪个最有能力 最有影响力 还是你想重属于神的经济体呢? 在神的经济里面 是个个都吃得饱的 是按照你的需要得到满足的 我们看看以尼亚 他在寡妇家里 寡妇只得了少少面包和油 但是他可以不断不断供应 他们一家的生活 耶稣是把水变成酒 这个酒还要是上好的酒 还有五饼二鱼 是饱饱了所有人 大家都吃得饱 所以耶和华是伊勒沙代 他给我们的永远是充足有余的 你想得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笔数目 你只需要一块饼一条鱼就够了 可能你一年只需要找五万元十万元 但是你可能大胃口一点 需要吃一百块饼一百条鱼 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要赚一百万一千万 因为他们想祝福很多人 这个就是神角度里的轻承了 梦福而使人得祝福 不要见到那些人 因为他们想吃一百块饼一百条鱼 就开始去批评他们、论断他们 你不要说他们大贪 或者用那些宗教词去形容他们 因为耶稣说 你们是个个都吃得饱 你需要多少就得到多少 这不是取决于宗教的 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信心 看看我们有多相信神 去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 有多想去祝福人 如果我们是想祝福更多的人 我们会见到生命里面 会得到更多的供应 你不要说我怕别人说我贪 所以我只要一块饼一条鱼就好了 你要多少就得多少 因为只有更多更多的供应给你 因为主是满足你一切的需要 所以主的供应是永远大于我们的需要 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宗教灵的人 你就是不喜欢这样 宗教灵经常攻击耶稣 他会抨击耶稣所说的话 就算是今天这些宗教灵 仍然是攻击耶稣攻击他的话语 尤其是关于那些轻盛啊 风盛啊 供应啊 充足有余啊 这些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是想经历神超自然的风盛 我们就一定要摆脱这个宗教的心在里面 很多很宗教很虔诚的人 常常觉得我自己救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只是想着自己 但是外面有很多人他们轻盛 是因为神超自然的供应祝福他们 也是因为他们大大向神的角度奉献 他们奉献很多去支援神的工作 他们奉献很多去传福音 去推动福音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奉献 有更多人可以听到耶稣的福音 而超自然供应的关键就是神的殿 或者是神的房屋 我们这间恩兴教会 其实就是耶稣的一间教会 是耶稣的一个殿 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 而耶稣就是教会的头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 耶稣说 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便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愿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在这里说 在我附近的家里有很多可以住的地方 有很多居所 而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居所 就是神的殿 在旧约下 神的居所或者神的殿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 但是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 神的家 圣灵它是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教会里面 所以圣经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的时候 其实耶稣是在说 你和我 是在说几十亿信主的人 我们这些人一起成为神的家 神的殿 所以就说有很多很多的住处 很多很多的居所 这个就是圣灵的居所 当我们将神的居所摆在第一位的时候 我们就会毫不费力地看到这些超自然的公影 在我们生命中出现 那为什么要将神的角度 神的住处摆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我们看回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 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外邦人他们只想建好自己的屋 建造好、营造好自己的生命就好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是很辛苦地去奋斗 很大压力去追求更多的钱 更多的物质佔有 这就像三十二战讲的外邦人的球 是一个episitio 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欲望 这个人是要更多 要了很多都不够更多 但是神今年是不想我们像外邦人那样 祂是不想我们像外邦人那样 不断去求、不断去欲望 因为今年是神对我们超自然供应的一年 祂不想我们像外邦人 像非信徒那样 把所有的信心、所有的信靠放在自己身上 觉得自己要为自己争取多些、去赚多些 在今年超自然供应的一年 主是想我们这些信徒去寻求祂 寻求祂的国、寻求祂的乙、寻求祂的电 将祂的电、将祂的国 视为我们供应的源头 三十三节那里说的寻求是Zitio 这是安息的姿态 信靠主去寻求祂 将神的国度放在第一位 是我们不断去默想神的话语 要不断去敬拜神 如果我们只是看着自然的世界 看着自然的供应 我们就会很容易有压力 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要为自己奋斗 为自己多做些事 可能一段时间你是很开心的 很满意的 但是当这个世界的资源一干敷 短缺的时候 周围都有饥荒 危机的时候 有通胀 有缺乏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开始有很大压力 很害怕 很担心 而神就跟我们这些信徒说 我们不要像这些世界的人那样 我们是要相信我们那位超自然的神 三十三节那里说的 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 祂是我们超自然的供应 因为耶稣说是我的牧人 我们首先去寻求祂 寻求祂的话语 神超自然的供应 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出现了 耶稣跟我们说 我是你的好牧人 你在我那里是一无所缺的 当我们看着自然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短缺 但是如果我们先寻求神的国 我们去寻求我们的好牧人 将祂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焦点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缺乏 耶稣跟我们说 不要去追求 去追逐自然界现实的种种物质 我们要寻求祂的国 寻求祂的义 去见到祂对我们超自然的供应 在最后我想为大家 在2023年的时候说一句话 2023年这个世界都会预计 会有很多波动 不确定 周围都会有饥荒 有通胀 有短缺 就好像《启示录》里面 我说四个骑马的人 骑着一匹白马 一个是要来分裂 要来征服 它是代表着一个假的教义 而红色的马是代表着战争恐怖主义 一匹黑色的马是代表着 西方经济的危机 然后一只灰色的马 就是代表死亡与疾病 这四只马我们今天世界都看到了 这些所有的事都在发生着 但是要听着 不要去听这个世界说的坏消息 就算这些坏消息 这些不好的事确实是发生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神的好 我们要听到神的福音 我们看到神超自然的能力 将供应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需要像世界那样 经历饥荒的 是 世界会有饥荒 会有贫穷 会有短缺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放在耶和说 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的源头的时候 他就会将超自然的供应 带入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去念祭神的好 记住五饼二鱼 是饥饱了多少人 是他们想吃多少就得到多少 我们要记得以利亚 她怎样为寡妇不断供应油 我们要记得 约失在七年的饥荒 仍然有封城 我们看到 以撒在饥荒的时候仍然播种 有一百倍的收成 我们都要记得 以色列在旷野里面 就算到处都没有食物 但是神仍然信实地 每日为他们送上新鲜的玛拿去供应 《路加福章》五章四到六节 耶稣是跟门徒说的 你们落网去打鱼 彼得就回答了 我们整夜努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当时的门徒就像世界的人那样 他们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喂自己 打到鱼 拿到收获去喂饱自己和家 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 不要令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经历去拦阻神的应许 后来彼得就说 既然你这么说 我们就落网了 于是彼得就收获了超自然的愚获了 我们要在饥荒里得到超自然的供应 我们不想经历这个世界的饥荒和缺分 我们就要听着耶稣说的 耶稣跟我们说 要落网打鱼 耶稣的话语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 而跟着祂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到超自然的祝福 不要让我们的经验和意见难阻神 神已经在一次一次的缺乏危机中 将建了祂供应的能力 神祂昨日今日和永远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只望着自己的财富 自己的健康 望着我们在现世里的需要 我们只需要望着主 因为主是我的牧人 我必不自缺乏 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这样生活 不要像外邦人这样 很大压力很辛苦地去尋求这些物质的东西 我们要像玛利亚那样 在耶稣的脚边安息 躺在这里听耶稣说话 因为耶稣的生命永远不会干负 祂是一个活水井 祂的生命不断流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祂是丰盛的葡萄树 祂是真理 祂是道路 祂是生命 祂是生命的亮 祂是世界的光 让我为大家祷告 主啊 我为恩卿教会的每一个人多谢祢 我多谢祢 祝福他们作手不作美 就算世界缺乏 就算世界有饥荒 就算我们听到这个新闻说 世界有危机 发生这样那样的事 我们仍然将信心放在祢身上 我们继续去信靠祢 主啊 我们多谢祢 因为祢是好牧人 我必不知缺乏 我多谢祢 在我们生命中各个方面 都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多谢祢 因为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 在我们教会 宽度农力伸延的时候 我多谢祢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专念的时间 在新的一年 祢让我们每一个人蒙福 而成为人的祝福 成为我们的家 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在2023年 我看到我们的教会 是很受祝福的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继续低头闭目 我想再为大家做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带你去接受耶稣 现在我们是努力新年 我们都想接受耶稣的祝福 但我们要知道耶稣 祂是想十字架 承担了全人类的罪 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 而圣经说 耶稣是将全人类的罪 担在自己的身上 再用祂的义 祂给了我们 当祂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的时候 祂的血流了下来 结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都已经得到赦免 我们只需要呼求耶稣的名 我们跟着我做祷告 接受耶稣 就可以得到耶稣的宽恕 得到祂的赦罪之恩 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阿门 现在我们一起眉眼 低头跟着我 一句一句又心疑法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为耶稣而多谢祢 我多谢祢 祂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 祂拿走我的罪 祂把祂的义赐给我 祂用祂的血 关注了我 令我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愿主祝福大家 阿门 多谢主 多谢韦恩牧师 今天给了这么精彩的讲道分享给我们 如果刚刚是你跟着韦恩牧师 去做了那个领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救主的那个祷告 我鼓励你 可以下载我们的救恩小冊子 今天韦恩牧师 帮我们在兔年 开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头 他提醒了我们 并不是单单活在一个 眼可见的一个自然领域 其实我们也是会在神的国里面 要活出我们今年去宣告 是一个超自然供应的之年 韦恩牧师提醒了我们 我们要将我们的思维 跟着我们里面的灵 我们要相信神 因为在神的国里面 你和我都是一无所缺 甚至是多过我们的所想所求 另外韦恩牧师也提醒了我们 要将教会、熟灵的生活 放在手里 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可以让超自然供应 发生的大能 其实就住在你和我里面 我很想祝福你 凭着自己的信心 可以让这个超自然供应 和福气释放出来 叫我们自己蒙福之余 都可以叫人得福 生命实法 耶稣基督的兴香之气 成为世上的光 得到神的喜悦 多谢主 奉主名求 Amen 我们准时下星期 在Club1聚会再见 愿主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感谢大家收看 欣典福兴教会的网上聚会 希望你享受今天的信息 期待下星期再见到你 愿神祝福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